鲍鱼鱼 不是我吹牛 我师父这个爆炒鱿鱼堪称一绝 其实爆炒鱿鱼花非常简单 只要做好两点 你们一样可以做得非常完美 首先我们要准备这种鱿鱼缸 第一要点就是如何活好鱿鱼 先把鱿鱼缸泡两个小时泡软 泡成这样就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吃一下 把这皮给它剥掉 切刀 要计时制划刀 把切好的鱿鱼放入水中 倒入食用碱 给它抓匀 泡一个小时 泡滑鱿鱼主要是碱的比例 泡滑好的鱿鱼 跟锅中的冷水一起下锅 水烧开就可以了 然后用冷水给它冲泡干净 把碱味给它冲洗干净 我们来调一下碗汁 这个比例也非常重要 点个帐收藏 白糖 香醋 生抽 老抽 盐 搅匀搅化 胡椒粉 吃淀粉 裹一裹 香油 搅拌均匀 备用 锅中烧开水 再次放入泡好的鱿鱼 焯去水分 这样炒好了 拿起来 炒起来 沥干水分 锅烧了放入葱段和蒜米炒香 把调好的酱汁 炸锅 炒至浓稠 放入青红椒 放入鱿鱼花 翻炒均匀 煮锅前淋上红葱油 好了 起锅 关注我一天一到家常菜 毒 炒 Minot